南加州阿罕布拉市17号晚上9点48分 阿罕布拉市警局接获报警 指出在南贝尼托大道第1600号街区 发生了一宗枪击案 警方指出一名身份不明的西语义男子敲门 在开门后他说出一名居民的名字 当他走去门口时 这名男子用手枪向他开了竖枪 之后男一犯逃跑逃离现场 没有当场被抓捕 这名西语义男子年约20到30岁 身高六尺三寸体格睽睽 他穿上一件黑色毛衣和蓝色牛仔裤 手持半自动手枪 警员到达现场后 看见一名30岁的受害女子 她是在该地址居住 阿罕布拉消防员把伤者送往医院治理 目前情况严重但状况稳定 案发地点所在地南贝尼托大道 兴建了一个大型新式公寓 有很多华人聚居 案发所在的第1600号街区公寓建筑物 在去年才建好 记者还看到在这个大型公寓的另一侧 还在建造当中 根据华裔邻居的描述 因为案发时接近10点 所以他在屋内也听到枪声 虽然枪击案发生在他隔壁 但他觉得不会有安全忧虑 阿罕布拉市警局目前在调查事件 欢迎知道更多案情的民众 致电警局626-570-5151 向警探提供更多线索 感谢 CNN